看电影等一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我冷影视》,我是花花 今天跟大家说说上阳附中演员的双标行为 在剧集开播的当天,张自宜发了一篇微博 说片方和平台别再消费我,影遭少女感了 拍这部剧的时候我38岁,下个月我42岁 这两个数字哪个跟少女有关 跟少女没有关系,你接什么少女戏呢? 你不能选择不接吗?你是为了养家糊口吗? 不适合你的戏,你为什么要去接呢? 为什么一定都要演电视剧呢? 电视剧这个门类是演艺界最低级的门类吗? 难道现在所有人都要来分一杯羹 一声的话全部出自于张自宜的原话 在《我就是演员》中,张自宜评价盛一轮和张楠演的香蜜片段 因为演的确实存在问题,中途直接被叫停了 两个人来到台前,张自宜问盛一轮为什么选择香蜜 盛一轮说,香蜜跟以前的风格相似,我就选了她 就好像我平时接戏只能被获接受 客观来说上一轮的话多多少少的揭露了演艺圈的大环境 然而张自宜听完直接这么说 这段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每个人都有拒绝做一件事的权利 然而从张自宜口中说出来就有点和不食肉敏的味道 张自宜还提起当年自己非常努力练舞蹈 却还是比不过有天赋的人 于是她决定放弃舞蹈,淳一轮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表演天赋呢 是努力试一试还是直接听别人说呢 那张自宜之前不也是非常努力的练过舞蹈,才发现自己没有天赋吗 再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相信吗,你不选择试一试吗 杨杨在去年的摩天大楼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那这就说明努力是有用的呀 那张自宜还发微博鼓励过人家呢 也有网友揣测说这条微博可能不是她主动想发的 可能有一些利益关系在里面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不是双标吗 今天吐槽就到这里了,你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 最后小主别忘了关注点赞哦